看一看风风其实已经埋了很久了 特别在铁皮包厢房上 拿了一把F4 那一把主要是被埋久了他 现在还想埋卖别人 你看小北来了 他被听了脚步声没了 这没招 这一点招没有 没脾气 什么人 房子里面的队友啊 应该是没有漏过的 然后克雷还曾经在其中 2-type被顶了 李白高点跟2-type的 这一波操作是赢了 前夕的站位他们是KRG 他们是也要保证你这个房区周边的一些信息 如果有人撞你 你能够提示去走 交谣 交谣怎么走公路啊 这一波真的是有点裂开 主要是FTY其实在这个时候早就走了 你看伯良现在多分钟转的时候 已经是拿淘汰的时候了 后面的两个队友挂在这个城里面 挂的时间有点长 FTY其实他在这一局里边的战术 就可以从东南两部去走的 因为拖时间 叫人来了 叫来两个壮汉过来揍人了 但是DSS来了呀 这边屁股被偷了 小薛没了 家也没了 这一波KRG列大开 前面就被DSS逮了一波在这个烂尾楼 那KRG吸圈盒子吸吗 DSS一看打完了KRG动也不动了 就这个位置 好 好 走位丢雷去攻 对手听不到脚步声 换了一个步枪过来 打了一个 但是侧面小崔补枪很快 把人先补掉 让上面的人尬住 是的 菠菜也想丢道具的 等你扶人 然后再丢 菠菜露出一个小身位 提前两个打 角度丢得真准 要打一波提前枪 但是两个人做协同 打掉一个 血量有点残 13D血再做 第二波PK的时候 琪琪没给机会 他往后退了 这个风又小 有几枪打在栏杆上 这种控枪确实不太 给到DSS摸过来的一个信息 但是掏枪了 换枪吗 他在掏头之物吗 这个timing点刚好被抓到 想抓基隆哥的timing 然后呢 怎么说 被烧到了 倒了 看来打败他的 基本是道具 所以像这种房子呢 道具的这个使用啊 太关键了 这种房子道具太好排除 主要洛提直接把头上架枪的豆子秒了 呃 今年第二个 这波DSS守不住 其实他枪线角度还不错的 他是进攻方 然后被反包围了 进入到二层楼里面后发起自闭 coco对位 我也有喷子 喷掉一个 想给颗雷 这个雷丢的有一些随意啊 开门再喷第二个 喷空了先补一分 喷腿上了甩了一波 喷直接把人给补了又一个 没子弹了没子弹了没子弹了就上三法了 兄弟燃烧瓶要不要使用一下 跳喷 喷他好急 就补人又喷裹上了 他很急他很慌 最后一发 对啊最后一个 哦最终的话还是911成功的立万狂蓝了 这是最后一个了 降落gaming又来了 再来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个房子里面都有多少盒子啊 这个全白啊 OK 降落gaming表示很舒服 美滋滋的过来舔爆 八个盒子 然后再加上 City两个人等着 等对手上坡 看东东 东东这个位置排点 其实往往这种地方排点你不会排得非常的细 因为你重点都是在原来的信息 你想对面三头这种位置怎么放人 两个人要过来摸人了 东东听了脚步声了 直接趴在地上 也有种可能就是他想要打掉对面的架枪位 然后两个人打谁同再去亲脚底下的人 也可以 因为现在脚底下的人是做不了事情的嘛 除了人头之物 但你人头之物那么近的距离 我能够听得见你拉拴的 就是拉缓的这个声音 前面去压 想要着急补人吗 过点出事了 我吓死了 那这就是属于不知道脚底下的人 这个是属于心里面 而且北边的这些有一些小山头 也在圈里面是有点没太预料到的 看人们往哪赶吧 就看几只熟悉的扎脸的队伍 比如说看天路的运营 以及看这个AZ啊或者北神他们 看怎么去选 FTY在这一盘其实运营的也挺 这下是真看到了 两个人四目相对啊 DJ拉过来对枪直接获正 DJ 敌追 先上敌追 空下了很稳啊 此信息啊已经确定 哎呀这是一个顺报 我的天呐 惯了酒 苏九来了一波上来 是的苏九这一波也太聪明了 就是按照厂头去扔雷的话 第一个躲雷的位置 是不是贴在窗边站 是的 因为你的雷肯定是弹到 右边的那个墙边上 对不对 空爆啊 这这一波好像相机 哥上来 有点帅的 哇这一波今天的素酒真是酒神啊 来了 哎跑先跑位再说 这个位置直接让尬的位先穿起来了 小罗那边也成功的补枪 再补一分 那下面九五可以没法玩的呀 上不来啊 阿毛也撕起了 再往城里面去了 还是有其他枪现在的 FTY已经在旁边布好了局 肯定侧面是两枪吧 高度位直接放倒 Forever 肯定站的位置还是比较 这个还是能救一下的吧 但九五可以过来摸了 大家多少扎这个坑 坑里已经有人了 坑位已满 得排队 就只有一个坑啊 往城里面去扎 扎篮楼 篮楼没人 但是下车的位置 柏梁有机会吗 刚好找着了 准 那汉文还有一辆车 95K要丢雷了 吃了一枪头啊 95K这个位置 这个雷没有丢好 没问题 刚刚好 这个雷被铁皮板挡了 它主要是受了 对面的这个枪线的影响 就是彻底的枪线影响 XC给了一枪头 对 XC在那个山头踩了 蛮长时间呢 看满 换神还得给队友下枪 这两兄弟的车是出问题了吧 是的 兄弟我也想去换神那个地方 换银扛一下 切了半天 道具道具道具 没烟 队友情深 想让我放弃队友 是吧 丢地上 到换神的位置 就不会被抽了 这锅点要两颗烟是够的 哇 男的和换神的两把枪的这个双架 这两个人进气的状态也真的很顶 几次牛 追起后 这位置也太尴尬了吧 这被移了 要直接移起来了 下车之后 吹七一的血量太低 赶紧先封烟 但是封烟好像也无济于事呀 要被抽一会儿 要被牛海被血抽一会儿 主要是头顶上能够随便扔雷 这个雷 雷的命中 他出门还说 给队友架枪 这个四号位坐的是真的 绝绝子 绝绝子 一落位队友去跑 直接掩护都不犹豫 换神顶到前面 2004来了啊 龙哥哥那边踩到房顶上 他又逃出了雷 上次就是一雷四响 炸了牛海皮 这天克牛海皮是吧 龙哥哥克制牛海皮 然后苏九克制FTY 是的 很搞笑这些东西 有属性 很玄学 那204不展无名之辈 虽然他们是全新的班底 但是好像这个队名 留下来的这种 这种玄学的东西还存在 换神到这种点上的时候 他就没想过撤退 你知道吧 他也撤不了了 他就给团队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补足 哎你别说这边虽然来了 每个兄弟 但是出失误了 猴王直接被撞倒了 嗯 CTG属于一波砸点了 他底下麦田是没有信息的 是的 204防守成功了 不过有大哥开着 大哥 真顶啊 他封了很多的侧身烟 但是这个位置你要往左边的山上去拉 不就相当于这烟没有意义了吗 不是往哪儿拉 其实都不太行 对手架一个出烟点 远点的枪也就在混 你就算成功混过去了 被打残了又怎么办呢 是的 你看小九有把高的位给击倒了 这个位置强行要顶扶一手队友 其实这两个队伍是想换分的 但是FG还扯上 对对对对 哎呀 现在烟散了以后 哦 这两个人没有丢几火雷啊 看一下雷神的雷怎么样 哎呦雷神还是雷神啊 过来还是雷神 那你真没拒啊 就是真没招啊 这个啊 这个台美居然让过来了 但速度在下面溜着 是啊 踩上去直接被秒 FTY听到了又想强 还碰了一个淘汰 但FTY是不做邻居的呀 就当掩体 DJ啊 被扶起来了 后续Forever已经没有伤害 对不起我的啊 我的我的 还有还有 还有燃烧瓶 嗯 这个火烧的随意的一些 不过有一些尝试 近年两KK 被扫克斯突破 还有特别 晚上那一波配合 侧面天路想要进入牛Happy 这波防守成功了 小鹿给命毕竟还人多 侧面速九又被FTY击救了 击倒了 FTY出来收分了 是的 反正屁股后面没枪线吧 小鹿给命倒人了 封好了自己背后的烟 就直接压住完事了 这边永远还有 悲梦吧 借的 对恐怖也没有成像啊 这个位置丢雷还是考验一些 基本功的 又来一颗 好了 DJ往上走又被FTY揍的 哇 DJ 还好是第一时间跑出去了 这个位置要被烧倒的话 我感觉Forever 不会给机会了 那一定前压 对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不再往前压的话 你再扶起来 我又是一个一打二 很难 嗯 龙哥哥溜了 其实刚才真的该秀一下 嗯 虽然是世界冠军 但是毕竟自己有优势 拉的位置有点太开 FTY 龙死根在外位置里被放到 那边一响枪 队友这边有点难受 博梁跑位也被抓住了 FTY正中心的 呃 这一波 说实话 我觉得 失误有点大 打得有点太奔放了 彩位太大胆了 我全死都没空 主要还是压的是头 嘟嘟嘟嘟嘟嘟 这打不过 都是丢了不同的点 还是被烧着了 他要强行扶吗 扶起来也要抖到 大镜已经被淘汰了 侧面还有烟 但对面的人还是要打 是 队友的时间 利用大过点 就跑到了这个 红砖房把队友给扶起来 把博梁扶起来 这空枪怪 就这种头皮位 跟空枪怪打不了 就 到脸上了 来了 他自己就来了 敢投作 这 侧面换神还补了枪 是的 又是美国 这再没有机会了 这个枪先角度太好 但换神全给打了 是的 侧面龙哥哥的一个补枪 是的 龙哥哥的补枪 把风 这舱 还是要开车的技术的 打下来一个DJ 小鬼这边 血量还可以 那进来有一位一的机会 这个门都卡住了 这个门是他们自己堵的 是的 要从另外一个门进 是的 全部都在 New Happy的身上 一波过点已经过来了 再过来 已经看开了 小鬼的反应 洗头了 借了王康的康王 这就是个人实力上面的展现 就是这么丝滑 但是 确实没办法 17被雷炸 挺难受的 暴客闪闪了自己 弹走 龙哥哥加了一波点 明明倒了 给了一枪投了 近点蹬子 不给机会 甚至龙哥哥一枪都没开出来 反应不过来 提前枪 拉过来就走 就老橘走 毕竟 Barrett近点的秒伤 还是要比M4高很多 打近点M4真是打不过 打近点 他太考验M416的育秒点 FTY这个判断到没什么问题 这红仓是要被刷出去的 逻辑是对的 但是现在只剩两个人 喷子的游戏太大了 追着硬 幻神啊 这个喷子呀 为什么我觉得他1897出枪那么快 主要是我感觉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你就感觉他们的喷子 就上次是不是要比我们用的喷子高很多 他看神在上一桌的喷子 你还记得吗 一个人卡那个二层楼 对 那个节奏 对对 那个节奏特别的好 好 二打三 这个决赛全 XCG还是成功的进来了 这楼别攻 攻不了 信我 真的攻不了 这个楼离这个楼远点 这个打喷子就跟魔鬼一样 是的 那的话那优势就会大起来 因为自己在房区当中的换神就会被解锁出来 一为一 我这胆是真肥啊 就是我拉出来应对 是的 明明那个点是这局关键解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位置都被锁锁死了 苗人凤 没成啊 别攻这个楼 就架着别攻 知道你要打药了 自己拉出来 但最终还是被锁死 确实没有办法 恭喜XCG在这一局七个淘汰 成功吃鸡 不攻这个房子对了吗 攻了就指不定变数就多了 XCG成功的一波运营啊 虽然在山童上掉了一波